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国 今天台湾确实实现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但如果没有以中华民族国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今天台湾其实在局势许可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以台湾的名义自行建国 与中国切割 与中华民族切割 而这种现象的确是在进行当中 如果没有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我们不会再有中国 我们不应该反对所有独立的势力 而这正是西方希望的 要有中华民族这个国族的概念 才是完整的孙中山 孙中山自己解释得很清楚 故无党所持之民族主义 消极地为除去民族兼之不平等 积极地为团结国内各民族 完成一大中华民族 欧战已还 民族自觉之意 日欲昌明 无人当仍本此精神 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 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 幸亏有中华民族国族的民族主义 否则推翻满清之后 东北 新疆 西藏 都可以用民族自觉的名义 在民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独立 而在抗战岁月中 我们才能团结所有的中华民族共同抗日 抗战胜利更证明 只有中华民族真正团结奋斗 国家民族才能渡过难关 共产党更提供了反正 因为他们是黄俄 在中共窃据大陆的期间 我们的确损失了外蒙古 已经两百年了 中国受到西方不公平的待遇至今持续着 孙中山在其文言版的民族主义说 富汉族光复 满清清赋 不过其达到民族主义之意消极目的而已 从此当努力猛进 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 积极目的为何 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 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 而于满 蒙 回 藏之人民相见已成 何为一鲁尔也之 已成一中华民族之心主义 如美利坚之和黑白数十种之人民 而也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 四为积极之目的也 五族云呼哉 富以世界最古 最大 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 加以世界之心主义 而为积极之行动 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 无绝不久必能嫁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 此故里有当然 是所必至也 国人其无哪 这正是民族主义对外最大的目的 中华民族要团结发展 要共同在世界的舞台上为自己争平等 甚至超越欧美 百年后的今天 中华民国理想 最简单的说法是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国 民主宪政的国 所有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们 依据宪法而成为中华民国国民的人们 都是中华民族 这个国族 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对外 中华民族与世界诸民族平等相待 并共同追求博爱的大同世界 如今 阻止我们中华民族再次强大的 是中共这个专制独裁的政权 以及保共改良的汉奸叛徒 还有狼狈为奸的各种独立力量 如果我们真的被拆散 西方外力将见缝插针 台湾实际上受制于美国已证明此论点 确认中华民国理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理想 台湾已证明中国人值得实现民主宪政 请勿在听信各种不同重建中国的理论 只有我们民族共同回到中华民国理想的道路 百年前我们先贤就已经同意过 甚至留下四六宪法给了我们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推翻共产光复民国 在大陆重建大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的理想才可以在未来真的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